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很厲害 不戴口罩 可是都沒有中COVID-19 什麼中COVID-19 我管你什麼挺 總之不戴口罩就是豬腦袋 好了 不要對號入座 我沒有說是誰 這個戴口罩 已經是一個全民的共識 像你看我上節目 我就一定會戴口罩 因為我不是豬腦袋 這樣大家知道 好 美國股市 連巴黑 K棒12345678 今天晚上 Tonight 會不會 翻紅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 因為不重要嘛 我們有沒有在做美股 對不對 昨天美國股市第八黑 我們台股今天有沒有 有沒有漲 有沒有看一下 凡是看空的分析書 都被怎麼樣 嘎死 你這個操作 棋子選擇權 你就輸死 當然啦 我沒有帶棋子跟選擇權 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時候 這個指數的漲跌跟技術分析是沒有關係的 只要有一點消息 一點風吹草動 哇震盪幅度就很大 那我還是建議大家盡量是做股票為主 好不好 你跟我一樣都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都不是神仙 這樣大家知道嗎 好 那做股票有什麼好處 講難聽一點 萬一你套牢了 你買的是好股票 放著一段時間後 搞不好狂飆大漲 你就賺翻了 對耶老船長 那期貨選擇權 它有時間價值嘛 對不對 它要必須到了 到了這個結算的時候 你就 只好投降了 是吧 那是不一樣的金融商品 所以期貨選擇權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老船長你怎麼那麼清楚 小弟有三張分析師證照 我不是跟你講過 你的老師只有一張 好 那 從前一陣子五月份的這個 系統風險發生的時候 大盤摘下來 個股摘下來 那 我坐在這邊 我跟大家報告 我說 系統風險發生的時候 你一定要怎麼樣 臨危不亂 它怎麼下來 它就怎麼上去 現在證明我講的對不對 各位 看一下 系統風險發生了 怎麼下來 怎麼上去 老船長真的耶 我那時候不跟你講嗎 我說如果COVID-19 沒有辦法獲得控制 人類沒有了 有沒有股票 有沒有錢 不是一樣嗎 這個事情有沒有發生過 有啊 SARS啊 當年發生SARS的時候 你買房子 房地產買在最低點 爽不爽 爽 股票市場買在相對低點 爽不爽 爽 那這個很吊詭 就是在股市發生同樣的事情 照樣可以修理散戶 因為散戶這一生腦 就帶了兩個天命 一個叫恐懼 一個叫貪婪 這是散戶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老船長真的耶 每次我們嚇得半死 對這邊你很恐懼嘛 你股票都殺在這嘛 這裡你很興奮嘛 跑去追股票嘛 不要亂追喔 要買對股票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這一集 你的運氣不錯 講真的 因為我的節目跟人家不一樣 我就是一個宗旨 我要讓我所有的會員怎麼樣 賺到翻過來 換句話說 系統風險發生 到今天 我的會員早就賺回來了 那你呢 還套在我舉例 鋼鐵股 對不對 這叫中鋼啊 鋼鐵股的老大叫中鋼啦 各位觀眾有沒有話講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買鋼鐵股 嘿我的老師叫我買鋼鐵 對 我跟你說什麼比較好 老船長你說貨櫃航運比較好 對啊 看清楚 有沒有比較好 當然啦 因為這個 沒有天天過年的 航運股呢 三雄他們現在進入整理的階段 所以你應該把資金怎麼樣 全部喔 注意聽喔 從貨櫃三雄怎麼樣 調出來 調到哪裡呢 調到電子股 之前你不是聽到很多分析師跟你講說 哎呀 這個地方喔 電子的量已經縮得很低了啦 這個不能夠再買航運 航運的量很大 然後叫你不要追高有沒有 你是不是有聽到這些廢話分析師 二百五分析師 每天跟你講這些話 對老船長 我跟你說什麼 我說如果你有買 祝福你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示範給各位看 老船長你有啊 你說喔 你所有的會員 所有的資金 全部都重壓長榮 那你還先預告我們 結果呢 兩天賺了將近兩根停板 因為每一天都賺9%多 一天賺漲停板 一天賺9%多 差一檔漲停 兩天是不是賺了將近20% 兩根停板 我是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只壓一檔股票 全國我收過 只要有任何一個分析師做得到 我就退出投顧業嘛 不可能嘛 因為你不管參加哪家投顧 哪個老師 你只要參加以後 他就天天叫股票 你呢 從你入會到現在 也不過可能一兩個月時間 他已經帶你買了 七八十檔股票了 對不對 對嘛 那你就是豬腦袋啊 還講完啊 還講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滿手套牢的股票 莫名其妙了 你不覺得很吊詭嗎 你說現在這邊的話 你滿手套牢 我相信 大盤現在在這裡 可能要來過高都不一定 你還滿手套牢股票 你還相信你的老師的鬼話嗎 那當然啦 你是套在這一檔 我知道 中鋼嘛 對不對 老船長 我的老師沒有買中鋼 我的老師買中鴻 我管你買什麼 看好 今天早上 可能你的老師怎麼樣 很興奮 又叫怎麼樣 新會員 舊會員 管他不管就加碼 因為要表演啊 在今天節目要表演啊 收盤以後 節目要表演啊 哇 掌聽了 趕快恭喜會員 戲 怎麼會這樣 各位觀眾 你們知道鋼鐵股 發生什麼事情嗎 所以我常講 就是說 很多東西 不是說我老船長厲害 我沒有 母湯 我不敢這樣講 只是有些東西 很自然的就會比較 我舉例啦 譬如說你以前的男朋友 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對不對 你跟他分手之後呢 你現在新認識的 一個新的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 你沒有要比較喔 可是因為在一起啊 每天在一起嘛 久了你就會有感覺 哎呀我現在這個男朋友 或女朋友 好像比以前的那個好很多 因為人都會有感受的 你有時候不是刻意要比 感情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 或是可以比出高低的 可是你的感受會有 哎真的老船長 我很想跟我老婆離婚 亂七八糟 亂來男人要負責任 哼 怎麼可以這樣講 那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啊 如果有一個航海王在 你何必去買鋼鐵人呢 那事實上證明 航海王就比鋼鐵人 兩個字完勝 那這個叫知識還叫常識 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摸著良心講 哎這好像是常識的老船長 對嘛 所以我說你 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你去跟一個分析師 他連常識都沒有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嘛 小朋友都知道貨櫃三雄 完勝鋼鐵股嘛 怎麼會叫你把所有的資金 壓鋼鐵股 然後航運股不做 還把它幹掉做肥料 結果你看事實證明誰對 你自己看嘛 這個是航運貨櫃三雄嘛 對不對你看你的鋼鐵股 或者是你買中鋼 不管哪一隻都一樣 都更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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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用專業的投顧分析師分析 不用 他就是一個嘗試 就好像現在我跟你講 我說貨櫃三雄 他我們大賺之後呢 我們出掉 我也在節目上公開講 我們沒有賣在最高檔 可是會員兩天賺了快兩支停板 而且是所有資金喔 所以我將我的會員賺多少就是真的 別的投顧老師 叫一百檔股票 裡面兩支漲 他說他會員賺幾十% 那個是專門詐騙集團的啦 你如果參加這種的話 你就是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這樣你聽得懂吧 因為你根本沒有錢 你沒有買啊 他一直叫一直叫 你怎麼可能會買 我的會員 我的call信發出去 通通都可以買 沒有那個不可以買的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檔股票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好 那現在我跟你講 貨櫃三雄要整理了 對不對 你先把資金抽出來嘛 然後跟著老船長怎麼樣 來做電子股 我們也不可能做鋼鐵 因為有一個消息 大家去查都知道 對岸中國大陸出手干預 出手干預 出手干預 老船長幹嘛跳針啊 不是喔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 中國大陸 因為他是共產國家 他出手干預 要抑制原物料的怎麼樣 飆漲 你們聽得懂嗎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再加上我們中鋼 開這個盤架 已經結束了 連續漲開平盤 你就要有警戒心了 不是說你的老師 在節目上一直講鋼鐵好 鋼鐵就會漲 講難聽一點 全世界的鋼架 是由你的老師決定的嗎 我們來看事實嘛 事實剩餘雄辯 來看到沒有 這叫事實剩餘雄辯 不要再講真的 對岸已經出手抑制原物料的上漲的話 你就要小心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鋼鐵本來就不能玩 因為鋼鐵人跟航海王 小朋友都知道航海王比較厲害 對不對 我們做的是航海王 兩天賺兩支停板 全國唯一只有所有資金 所有會員只壓一檔 兩天賺快兩支停板 只有我 沒有第二位了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航運股出清之後 我們把資金轉到電子股 那電子股不是隨便玩的哦 你看我這個測標寫得很清楚哦 再等你一天 因為我們都有在算 都有在看 股票你永遠記得老船長講一句話 他要狂飆大漲之前 他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注意看哦 幹什麼 把散戶踹下車啊 你以為你那麼爽哦 你買的擺在那邊 就有人幫你抬轎 你是他什麼人啊 沒有這回事哦 一定會有甩轎的動作出現 行情大就有甩轎的動作 老船長 你可以不要暗示一下 可以啊 你不要走開 下半段節目 我會講的幾乎很清楚 要不要賺錢 就看你自己的 導播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歷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電子股會漲喔 但是它裡面有不同的結構 我先講第一種 第一種叫做怎麼樣 已經跌得半死了 叫做2409-優達 各位看 看這個線型就知道摔死了 對不對 這不知道套了多少人啊 今天掌停板 掌停板又怎麼樣 你解套了嗎 沒有 外資一下把目標價調到四五十 一下又調到一二十 胡搞瞎搞 所以我從來不甩外資的 外資就是一些 阿朵沒有證券分析師證照 它的操盤能搞不好 程度非常之低 他們是考不上台灣的分析師證照的 你懂嗎 他連國字都看不太清楚了 他考什麼分析師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主管機關也沒有要求 他們要有台灣的證券分析師證照 其實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大家聽得懂嗎 但是沒辦法 我們一想到八國聯軍 好了 扯太遠了 不管了 優達這種叫做跌的半死 跌很深反彈的 我不會在節目上表演 我只能說你們這些套在面板骨的 當初若是跟著我來做的話 賺到怎麼樣 翻過來 可是呢 當我們不做面板骨的時候 他就摔死了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不知道 沒有關係 我現在告訴你 這種叫做跌升反彈 你不需要看他看太好 大家懂嗎 你看這個多少人套在這裡 這個量有多少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 給你看一下 你來 按成V V 這個電腦實在也是 V V不出來 這個電腦很爛 就是說下面這個量 這個量你注意看 這邊套牢的量非常之多 這個大概 好幾百萬張 所以今天這個漲沒有意義打差 不要去做這種股票 聽得懂老船長的意思嗎 你看一般的分析師今天都在講 有打好 你看昨天節目沒人講 這些都是出來騙的 不要相信 那 還有一種是怎樣 第二種就是說 他沒有跌得半死 他是漲得很狂野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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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聽 他本益比很高 叫星星 看到沒有 電子股的星星 創新高 開什麼玩笑 來個歷史新高 我是說近幾年的新高 這可不可以做老船長 你注意看 我給你看 現在他有賺錢 他不是沒賺 他第一期賺一塊五 那他今年腳拉拉 是六塊錢以上 可是你要看 他的本益比 本益比已經二十幾倍了 你要不要追 我現在就跟你講今天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 清朝時代 或是未來 2080年 不要這樣講 我們就講今天 今天你看完我節目 你明天要幹什麼 因為我不能夠讓時光倒流 讓你跟著我們的會員一樣 哇 航運股賺到翻過來 過了就過了 我一路邀請你來 你不聽我的 尤其是 系統風險發生的時候 就上個月五月 譬如說 你是我的會員 假設你沒有續約 或是什麼奇怪理由 沒有在跟著我 就現在怎麼樣 一路挺我過來的 大賺 看到沒有 我們是正派的分析師 當不好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系統風險發生了 你要忍耐 有些人就 不忍啊 系統風險發生 也要大賺 這種人有神經病 我根本懶得理 這種會員我也不要帶 我講真的 不理性的 不理性永遠要被市場修理 永遠沒有辦法開名車 住豪宅 你在那邊塞性地耍個性 誰理你啊 你聽得懂嗎 股票市場就是一個成熟的人 心智很健全的 不貪婪不恐懼 你就有辦法發大財 好 那繼續講 那電子股像星星這種 已經漲到這麼高了 它的本益比有點過高了 不要去玩它 這個叫天龍 那個叫地虎 地虎是誰 就是友達 這個都不適合 現主席 今天你看完我的節目 我告訴你 我再等你一天 因為這一檔 我認為明天要大噴 所以你等一下看完我的節目 你就打電話進來 對不對 然後手續辦好 我明天帶你進場 還來得及 來不及 我這邊就直接跟你講 你不要來了 因為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看清楚 長榮的接班人 我不會告訴你是哪一檔 但是透過我的分析 你現在也知道 鋼鐵股不能玩 對不對 你被你的老師耍了 被你的老師騙了 航運股要進入整理的 你也不要去玩 你也討不到什麼便宜 對不對 那回到電子股 一種叫天龍 一種叫地虎 你都不要去碰 我這樣子的分析邏輯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 那老船長 你說的那一種 真的要大噴 我認為它要大噴 第一個 它的本益比很低 而且沒有雜音 你知道為什麼 友達摔死了 群創摔死 彩晶摔死 有雜音 第三季報價可能怎麼樣 沒辦法漲 甚至要回跌 那你去做它幹什麼 對不對 老船長 你說的這一支 真的都沒有雜音 我告訴你沒有雜音 而且怎麼樣 這個類股裡面的龍頭老大出來講話 我稍微暗示你一下 這一集導播要特別幫我注意 最近這個聲音都搞不出來 這一集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有暗示 到時候 我就會告訴你們 今天幾月幾號 對不對 老船長有暗示你 你聽得懂 那恭喜你 那聽不懂也沒有關係 就是說 這個類股裡面的龍頭老大 撞的 我們叫撞的 台語聽得懂嗎 董事長 他跟你說 一到三年的合約OK 電子公司 我們最怕怎樣 你的報價 或是你的合約價 對不對 漲著漲著就漲不動 那你今年很好 明年不一定好 就像面板就有雜音 到第三季而已 光細 對不對 那我現在跟你講的這一檔 他呢 合約是千一到三年 董事長出來告訴你們說 沒有問題 你聽得懂吧 公司派已經怎麼樣 買回庫藏股 我幫他算過 他們的庫藏股 已經開始賺翻了 然後外資將他們的目標價 調到天高 大家會嚇到 怎麼調那麼高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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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高 因為這個產業 他過去 他的高價是在 外太空的外面 你聽得懂嗎 老船長 你到底是在講什麼類估 我就不要告訴你 你就要打一通電話 對不對 哪有那麼爽 看完我的節目 對不對 撞腳軟脆脆 躺在家裡面 就可以知道 你以為我這個節目 是專門爆牌的嗎 我要講給你聽 為什麼我們要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所以你如果來找我的話 我明天 我一早就叫你把所有資金 全部灌進去 因為我的判斷就是明天 就是差不多一兩天 他就要大噴了 你不用懷疑我 因為我都會告訴你 天龍地虎不要碰 你應該要碰的是怎麼樣 接下來要狂飆大漲的 合理吧 那你說星星 星星他在長的時候 我們做長龍 長得比他還要兇啊 你沒話講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聽老船長講話 這個 這個欸 最近也不過就長今天而已嘛 我們做長龍賺的更多嘛 我們就是不做星星啊 合不合理 所以你花錢 跟著我 棒不棒 很棒啊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友達 然後這樣子套牢殊死 那不可能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現在這個邏輯 你一旦接受之後 你不要去天龍 你也不要去地虎的話 中間這種 我說過他本益比很低啊 然後這個產業的合約 可以簽一到三年 董事長說沒問題啊 那你告訴老船長 壓不壓得住 那你這一波沒有來跟著我 對不對 我請你來 你不來的人 你今天好好想想 你要繼續當豬腦袋 跟著大魔頭呢 我沒有意見 對不對 你盼望著你的鋼鐵股 會解套會漲 那我們就早就漲到天上 所以當你在等解套的時候 我的會員 早就已經賺得翻過來 你聽得懂嗎 而且我直接告訴你 你的老師是錯的 鋼鐵股是不會漲的 因為中共他已經出手了 他抑制物價 讓原物料不會再飆漲 你聽得懂嗎 老船長真的 而且現在電子股 台積電今天一天就填息 看到沒有 台積電一天就填息了 他配兩塊半 今天漲三塊不是填息嗎 小學數學不會算 那告訴你怎麼樣 電子股有回魂了 因為貨櫃三雄 現在在整理了 所以電子股就有機會表現 扣去天龍跟地虎 你要的就是我跟你講的 全部資金就灌這一檔 我認為他就開始要大噴了 那這過了就沒有了 過了我就直接坐在跟你們講 然後我一開牌 你就負責昏倒 我負責開牌 你負責昏倒 對不對 然後噴到天上 那老船長還有沒有下一檔 我的節目不是搞詐騙的 我就是要實戰 我不要你參加我的會員 然後我帶你買了怎麼樣 幾十支股票 甚至一百多支股票 我不會這樣幹 那全國也只有我一次 叫會員買一檔 而且是所有資金壓 那你說老船長 你在那邊表演自己講 如果我沒有這樣做到 請每一個會員 來跟我要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講到這邊 全國沒有人敢像我這樣講 你叫隨便叫頭顧老師講 哪個敢講 都是叫了幾十檔 一百多檔的老師 唯一只有我一次一檔 貨真 而且怎麼樣 價值 我沒有勉強你來找我 只是我告訴你 你在看頭顧節目裡面 還有一位老船長 我是這樣在做的 而且我的會員真的賺到翻過來 他們都在看我的節目 而且他們也很期待這一檔 對 所有會員請注意 我認為就是要大噴 再講一次 這個行業裡面的 龍頭老大董事長都出來講話了 你看看 現在什麼電子股的景氣 可以簽三年的約 什麼叫三年的約 就這麼漂亮的價錢 給你簽三年 誰有辦法 表示這個東西它是 它是怎麼樣 供給跟需求是怎麼樣 需求面 要比怎麼樣 供給面要來的大 你連合約價 這最基本的知識 不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看到這一集節目 對不對 明天早上 你只要手機辦好 明天早上我帶你進場 你剛好趕到大噴 你就會覺得說 哇很爽 你不要再等解套 對不對 我認為他這個是絕對壓不住 因為 老大都出來講話了 我這樣子跟你暗示了半天 你還聽不懂嗎 對不對 我叫他長榮的接班人 我不會亂叫的 我叫谷海老船長 你聽得懂嗎 今天沒有打電話進來的 這支不是我在控的 壓不住我也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撥打 如果你想開名車住豪宅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拜拜 傑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